不僅各界捐款不斷 我們剛才看到就是藝人宋一鳴 還有領導員等等五十幾位的藝人 他們差一點就要搭上這班列車 也紛紛都替商者來一起搗購 而今天一大早的時候呢 同教會的藝人阿斌 還有宋一鳴的老婆陳維林 他們也準備起車來到花蓮 表情非常的哀傷 原本的彩排行程也通通都取消 改為替商者來祈福祝島 一大早藝人們大包掃包心情沉重 啟程到花蓮前 不忘替商者線上駐到 而就在前一天 宋一鳴等五十多位同教會的藝人 差點搭上死亡列車 老婆陳維林人餘悸有存 還是一直祷告 台鐵泰旅隔號出軌意外 讓無辜旅客瞬間喪命 而逃過一劫的藝人們神情悲痛 與死神擦肩而過的 還有金曲歌王王洪恩 臉書寫到自己一早搭上火車回台東 在車上吹到一半時 電話突然狂嗓 原來是親友打來 想知道他是否平安 這才驚覺出軌的泰旅隔號 正是他所坐的前一班列車 讓他震驚又傷心 只盼大家能平安 這輛港星杜文泽 為了感謝過去台灣 對香港的支持 也發揮實質力量 捐出一百萬元 幫助罹難者的家屬 事故現場殘破不堪 不少圓滿家庭舊子破裂 遠揚成林也心痛發生 遠逝者安息 各界出錢出力 至上深切慰問 就盼大家團結一心 度過眼前難關 野狀報導 感傷心 既然是 二人 糟糕